画头发非常实用的小技巧 你不管是在练习分组也好 练习画树叶也好 又或者你把线条练成像德服一样丝黄 你都底线会画圆球上的弧线 这里你要用线条把它包裹起 形成一个中间宽两头尖的形状 你可以想象一下地球仪 并且用轻重让它产生体积 这样的头发才算合格 然后是把发片分成像丝带一样的AB两个面 这样的角度可以多做练习 那简化后的丝带是这个样子 最后呢在这几个画圈的地方进行优化处理 又到了上头的实操环境 找发际线和发缝的起始点 然后向后延伸到后脑勺 这头发的方向要始终包裹头顶上的头发厚度 也要表现出来 接下来是并角和脑厚的发片 这里要注意发梢的倾斜度 还有画圈地方的高低错路 那接下来换个角度看一下效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